相信大家都知道 商標的人是特別黑人憎 他們嚴於待人,歡以律己 他們說話無口齒,他們做事想自己 他們自私,他們無賴,他們無理取鬧 總而言之 有一個商標的社友真是很可憐 有一個商標的朋友都已經夠慘了 不過幸好還可以絕交 有一個商標的社友就瘋了 沒得絕交之餘,還要日對夜對 若果你也有一個商標的社友 那你肯定都經歷過 當你在宿舍看視頻 一時不記得插耳機的時候 他會XXXX的跟你說 喂,戴耳機好嗎? 早上睡覺不好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然後,當他在看視頻沒有插耳機的時候 你去提他 不然這部劇呢? 喂,不如戴耳機吧 他又會XXXXX的跟你說 很小聲了,這樣也聽到? 有些更XXX的會跟你說 我沒有耳機 若果你是想睡覺,他還有可能收斂一點 若果你是想溫書,他會反過來說你 要複雜的圖書館 甚至還會叫你 你戴耳機就可以了 若果你看到這裡 就已經想用你的耳機 去插死你這個商標的社友 那你就覺得 你就未免太不成熟了 他叫你戴耳機 然後他自己不戴你就想插死他 實在太過分了 你至少 都等他叫你不要亂放東西 然後他自己亂放東西的時候 你再插死他 這個時候插 解恨很多啊 現在網購這麼方便 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 每天都會收幾個快遞 你肯定都試過 正當你插快遞 插得很開心的時候 那個商標社友 又XXXX的跟你說 誰是快遞啊 不要放在這裡 左邊走路 不好意思 若果你夠大膽 把東西放在他的位置 你就可以見識到 什麼叫做吃了屎的款式 喂 不要放在我這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留意 其實商標社友 他們本質都是人 他們都會網購的 所以很快 就輪到他們拆快遞 拆得很開心 然後就順手把東西亂放 這個時候 你可以提醒他 那個快遞是誰的 不是你的 不要放在這裡 左上行路 他就會XXXX的回你 先放在這裡 好快好快 然後就開玩遊戲 有一些商標社友 甚至會將他們的 教科書 校園卡 充電線 充電寶 鬚跑 面膜 洗面蟹 洗頭水 沐浴露 甚至快遞 放在你的桌子上 整天都不拿走 等你回宿舍 就跟你說 不要笑 借桌子放少許東西 少許 整張桌子放滿了 少許在哪裡 這也叫少許 放在我床上才算多 還有借 他什麼時候問我借的 我什麼時候說借給他 現在借東西不用人答應 是早響 我去銀行借錢搬出去 就不用一天對著這個人 這麼激烈 還有 他說完這番話之後 是完全沒有把他這些東西 拿走的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了 他肯定買了人壽保險 但不可以自殺 想逼我 把他殺掉 其實 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 這麼多商標的人 原因很簡單 自私 就是自私 你們跟那些慈師的人說什麼 己所不育 物思於人是沒有用的 是一點Spring用都沒有的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想過 別人只想自己 己所不育 物思於己就行了 那我們要怎樣做 我們要怎樣做 第一 換宿舍但機會比較渺茫 第二 說出來看他還要不要臉 他們要臉的話就約發三章 不要那麼過分 不要那麼頻繁 不要臉 說實際 他們的態度好一點 再說兩句不好意思 我們也不會說他們雙標 是不是這樣說 但如果他們不要臉的話 他們也不要臉 那就不用給他們臉 來吧 互相相害 放在我們臉上的東西 我們來臉 不肯戴耳機 我就去班頻道 App去叫他們戴耳機 不要臉 很厲害 看你多不要臉 拜拜 他們明明什麼叫 己所不育 物思於人 我們不在乎 但是我們一定要令他們明白 什麼叫做以牙還牙十倍鳳環 收到期了 最近是不是忙著社團活動 記得早點休息 不要經常熬夜 看來我們最近都只可以視頻見了 掛著我的話 看完視頻 記得點個好漢告訴我